小彬彬清算二婚就账前妻栏里,做节目效果赚钱。 39岁小彬彬彬赵宇,曾有过二段婚姻,生三个孩子,小小彬,迷你彬,门门彬,她和第二任妻子陈义军2017年离婚,双方闹得不愉快。 小彬彬日前上谢震吴主持的高点综合台震正有词节目,讨论夫妻谈钱商感情的经验,小彬彬言,其实与前妻对于金钱价值观差异,是婚姻触礁的原因之一。 小彬彬过去新婚时期宠妻补手软,还办了张妇卡给女方使用,甚至当时从中国工作返台,一组八万多元的化妆品都不眨眼直接花下去。 后来因为餐厅营运部家提醒老婆要节省一点,但对方并未改变消费习惯,小彬彬表示,在超市买嗨胆也合四百多,她可以一次买个十多盒,她在前头一直把东西放进推车,我在后面偷偷放回假上,这样还是可以花个两万。 对小彬彬节目上的控诉,陈亦军,小彬,金回音,苹果,无奈表示,她就为了节目效果,每次都讲得比较夸张,然后把矛头都指向我,根本没这些事情,但她已习惯,反正她为了节目做效果赚钱,爱讲去讲吧,我是无所谓,反正我现在过得很好,不忘强调,还胆我才不会一次拿十多。 和,根本吃不完,我才不是疯子,我顶多最多拿五盒,那是因为悬业,小小彬爱吃。 小彬也反驳二人因金钱观察意识,婚姻触交多数,吵架,都是因为小孩教育和婆媳问题。 小彬彬还在节目上透露和小军结婚前,曾带她跟妈妈见面,当时签订婚前协议书,第一条是二年内不要生小孩,第二条是五年内不能离婚,第三条若到时离婚,财产要留给小小彬。 一旁蔡志兄律师听完忍不住发言说,这婚前协议书听起来是以为了离婚未前提,显然是违反公序良俗。 刘赏明律师补充,婚前协议常见约定事项包含婚后住所,家务分工,零佣金,子女姓氏,婚姻保证,夫妻财产,而婚前协议书如同一般合约,只要双方签订时,已实施清楚的都是有效,不需要特别工整。 主持人谢政武律师说,其实在台湾要签婚前协议书不容易,只要对方提出要先签订婚前协议书,都会觉得对方是不是图自己失闷,因此台湾夫妻比较少主动签婚前协议书。 节目将于周一晚上十点高点综合台播出。